跌破了3000点 陈老师有什么说的呢 跟大家整体的分析一下 今天整个的这个走势情况吧 好的 咱们所有的亲爱的粉丝朋友 以及关注我们 MBM证券服务频道的 包括我们直播股市的 亲爱的粉丝朋友 一定要点点关注点点赞 我们在昨天的收盘 也再次强调一下 如果指数在任意一天 也就是从12月5号到12月29号 跌破3000点 哪怕跌破0.1个点 那么好 我们呢 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 我会自掏腰包 咱们会送给我们粉丝的 咱们的文化衫 这文化衫啊 跟大家讲一下 85%的棉 17.4%的锯质纤维 还是不错的 非常的保暖 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样领取 咱们看视频端的 亲爱的粉丝们 一定要注意一下 一个是关注一下 我们这个号 这是其一 其二 要关注一下 我们两个抖音端 一个是 INBM证券服务频道 还有一个是 直播股市的号 那么好 你关注完之后呢 一定要发一下 私信 你记住啊 一定要发一下私信 就是直播股市 或者是 INBM证券服务频道 这两个号 任何一个号 发一下私信 把您的啊 这个相关的啊 这个技价的地址 您发给我们相应的工作人员的后台 发过来之后呢 我的助理 有陈一辉的助理 会单独联系您 当然呢 这个其实我们要再说一下 因为已经是几万件了 快接近十万件了 跟大家说一下 可能有先发和后发啊 这个大家也别着急 肯定会给大家带到啊 我们这个啊 咱们文化山 文化山啊 现在就不要写文化山了 三个腰啊 腰腰腰 记住啊 腰腰腰 一定要记住啊 是在哪呢 我再次讲一下 是在INBM证券服务频道啊 这个抖音号 或者是直播股市这个号啊 两个号 您都要关注一下啊 我就把这个 第一个很重要的 跟咱们视频端的亲爱的 粉丝朋友们讲一下 那我们复一下盘吧 其实今天整个市场呢 咱们所说的 可以说是大失所望啊 也可以说从资金面上 属于什么 百烂啊 我们看一下分市结果图吧 今天整体对于上阵指数而言啊 早盘啊 其实呢 这个前面十分钟 我们可以看到 形成什么 一个低开低走 在这个位置低点啊 是在3001点 当时我在想 是不是不破3000点啊 上去之后 又形成一个下跌 其实这十分钟啊 有点这个惊险十分钟 那么跌破了 我反而觉得不用担心了 因为市场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要走一个加速下跌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下午的时候 尤其是两点之后 今天又快速下跌啊 目前的上升指数下跌 1.65%啊 可以说这个比较罕见了 因为这两个月都没有出现过 这样的下跌幅度 只是在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一天的时候 也就是10月的19号 当时我们官宣历史性的底部 也就是在10月的23号 2923点 那么能不能回到2923点呢 我不好说 对吧 最起码今天的跌幅还是比较大的 这上面指数 我们再看一下 深城市这边呢 其实呢 整体而言更是跌幅比较巨大 已经达到1.94%的下跌幅度 同样我们再看一下 创业板指啊 下跌幅度达到1.99%了 临近低点 以及我们再看一下 科创50指数啊 在今天形成一个 1.85%的一个下跌 其实如果说 从指数的预判上 我认为可以说 比较骄傲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科创50 和半导体指数啊 预判的还是比较明确 也就是在10月14号 这一天11月14号 当时呢 和可欣啊 也是做咱们的复盘环节 重点强调要创出低点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高点 它就是一个四浪的高点嘛 四浪高点结束之后 五浪的下行 好 我们再看一下板块 这端呢 其实整体而言 半导体指数这个板块呢 我们标记了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 半导体今天大跌多少 2.61%的下跌幅度 下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四浪啊 对吧 整体而言要破低 所以说目前讲话 市场在这个位置 上证指数有没有止跌 我们在前期重点强调 要关注一个时间窗口 就是12月的7号 好 还记得我们在之前啊 也讲到了上证指数 一个基因啊 这个基因是什么呢 我们回看一下历史 咱们可以看一下啊 咱们看一下这段 也就从3418点这一段 其实也是一个横盘震荡 对吧 整体而言在多个单真探底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对吧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对吧 包括这个位置 第四个 还有这个位置 都形成一个很明显的单真探底 那么单真探底之后 市场跌到这儿了 按正常说应该是形成止跌 但是没有 我们看到形成一个什么 快速下跌 你比如说 你就把这一天当成今天 我们看第二天大跌 第三天单真探底 然后气温 那么直接把什么呢 把这个位置 也就是前期的平台去个跌破了 好了 我们还前期讲到过 上证指数最重要的基因是什么 我要告诉大家 也就是先是小跌 重心是下移的 小跌重心下移之后 突然的有三天会大跌 我告诉大家 往往就三天 对吧 这是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单真探底 好 我们同样 刚才我们讲到了 就是在10月19号 然后10月20号 同时在10月的23号 形成了历史性低点 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历史性低点呢 咱们自己看一下 上证指数的月线结构图 还记得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如果两个点连成一条线 998 然后我连线到1849点 对吧 我们发现一个特点是什么 它正好的底部都是打在这个趋势线的位置 比如说这个位置 2440点 这个位置 2867点 包括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放大一下 我们发现的是什么 在这 也就是不是特别标准 也就是2923点 目前仍然是在这个上升趋势线的上方 所以说呢 目前我们要看看的是什么 这个位置2923点 我仍然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低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来讲的话 我们要看它指的的信号 也就是我们要看两个比较壮的指数 一个是什么 就创业板指 其实我们在今天下午直播的时候强调 那么创业板指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 是一个跳空下跌 下可以说是领跌吧 达到1.98%的一个下跌幅度 我们在前期强调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下跌 是一个三波的下跌 那么好 我们当时讲到这个位置就是一个一浪的下跌 然后这又是一个三波的反弹 对吧 那这就是一个二了 好 3132 好 333435 所以说这一波下跌要跌破1840点 这个我也讲过 其实和这个科创50我同步讲的 也说明什么 双创要形成低点 那么好 我再次强调一下 就是我个认为整体的指数要形成止跌 其实刚才我们强调 第一个我们要看一下时间 这个时间是什么 如果说是从2923天的话 到后天是多少天呢 我们看到这是32天 明天是33天 34嘛 对吧 后天不就34 34是吧 33费波纳奇一个数列 所以说我们要关注一下 明天或者后天 这个会不会形成一个止跌的信号 当然止跌信号 我再次强调一下 是不是在双创创出低点的情况下 才会形成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关注的指数的信号 第二个 我要告诉大家 在历史上 这个条线 也就是这条蓝颜色线 现在是这个3000点 我们发现 就市场往往跌破3000点 它都是一个什么呢 快速拉涨 比如说在去年的4月份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什么 跌破两天之后 它第几天 我们看到跌破之后 第三天就立马的收复3000点 好了 这是第一个也就是去年的4月份 去年的10月份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跌破之后也是一个快速收复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考量的并不是说 是一个什么恐慌 并不是 往往跌破3000点之后 它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机会点 那么这个机会点 也就是我们再次进场的一个点 因为现在而言看指数 其实已经是什么 形成一个误差 这个误差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看到上涨50 今天大跌2.03% 这根大阴线 其实代表的是什么 一些价值型的个股 继续的创出新低 而且是下跌幅度比较大 对吧 这上涨50 包括沪深300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今天同样再次跌破了这个点 这个点是10月23号的点 其实我们在刚才直播的时候 也强调过什么 在10月23号这个低点是什么 它把去年的10月份低点给跌破了 可以说创出了近年来的低点 那么好 另外一个指数 北镇50 我们看到呢 今天达到7.28%的上涨 好像是什么 这边风景独好 只有北镇50 才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行 那么同样啊 我们再关注一下什么呢 也就是证券板块 因为今天证券板块 在盘中其实一度是翻红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整个而言的话 市场在这个位置 其实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 这种分化是什么 就是有的指数和板块是拒绝下跌的 跟大家讲一下 你比如证券 我就认为是一个拒绝下跌 当然今天的收盘也是一个加速下跌 就说明什么 有这种多杀多的出现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 多杀多是什么 就是资金疯狂的往外出局 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盘中在这块 也就是1.5左右 形成一个快速拉涨 一定是有资金进场 但这种资金 它相比恐慌盘 其实是寥寥无几的 所以说今天是一个快速下行 好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整体而言 我们看到市场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呢 发现没有 多数个股是下跌的 4600家是下跌的 可以说今天的A股 我认为如果说从资金面上来讲话 今天是百烂 百烂 对就是百烂 我如果说我们再看一下北向资金吧 北向资金今天是净流出多少 看一下 75.21亿啊 可以说真的是百烂 昨天70美元离岸人民币的汇率没有怎么大低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什么呢 恒生指数今天更是达到2.47%的下跌 这个其实呢 和相对而言美股比起来 可以说是真是觉得没法看了 对不对啊 包括我们在近期可以看到相应的阿三对吧 这都可以说是创出历史新高了 和我们这边A股相比 我们确确实实啊 我都觉得啊 咱们咱们亲爱的粉丝朋友们 再次强调一下啊 所有关注我们MBM证券服务频道的 包括啊 关注我们直播股市的亲爱的粉丝们 我在昨天讲到了 如果说指数在商业费任意一天跌破3000点 那么好没有关系啊 咱们陈一辉他会给大家 就是我们这个111文化山 怎么领取呢 一定要发送私信 首先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号啊 抖音端抖音号是我们的 MBM证券服务频道和这个直播股市 任意一个发私信 发您的这个收件地址 然后呢我们我的这个助理啊 相应的会给大家啊有这个回复啊 可能有的回复会慢一些 不用着急 所以说吧 我看大家其实一直在说这个文化山的事啊 说到这儿了 我也给大家来说一下整个流程啊 因为很多朋友在问 虽然一回老师在跟我们聊这个市场的时候 我发现大家今天的注意点全在111上了 来这会儿跟大家说一下 NBM的文化山领取的流程啊 大家记一下 留下您的收获地址 电话以及姓名 另外目前啊我们的文化山都是军码的 呃一回老师的助理呢 会在发货的时候联系您啊 提供关注的我们刚提到的直播股市 以及NBM证券服务频道 这两个平台的截图 截图发送过来之后呢 我们啊也会根据您 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时间 来决定这个发货的顺序啊 当然在这儿也特别再跟大家说一下 截图呢是在确定您的这个发货时间之后呢 一回老师的助理会联系您的时候 来进行发给他啊 所以把截图保留好 您什么时候关注的节目 我们会根据这个时间来进行发货啊 所以刚才也再一次跟大家强调 直播股市 NBM两个平台都去点关注啊 那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 一回老师辛辛苦苦给大家准备的这个 111就可以拿到手上了啊 对好好那咱们继续讲 继续 其实我认为现在市场啊 刚才我强调两个点啊 再次强调一下 第一个点是什么呢 我们要关注一下双创 会不会创出新低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看到 生成值在这个位置已经临近了 前期低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前期低点是多少 9379点 73点 那么现在是多少点 现在9470点啊 已经是非常临近了 能不能创新低 我不知道 但是目前的方向可以说并不好 对吧 好了 刚才我们强调两点 第一个 我们强调的是时间啊 也就是12月的7号 是从2923点以来的 第34个交易日 这是7172 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 一个科创50指数 和这个创业版指数 会不会创出新低 能不能形成共振 那这样第二点 第三点啊 一定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直播股市这个号 以及MBM证券服务频道这个号 在今天晚间的八点钟啊 我们会有这个云端才艺 因为只要破3000点 我告诉大家 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政策 那么这个政策 它会不会对于市场 有一定的指引呢 我认为一定会的 它不会说把整体的这个股市啊 它打到3000点之后 就什么都不管了 这种可能性并不高 我给大家讲一下 以及我们再回看一下 其实今天我看到有的粉丝 留言还是比较公正的 或者说比较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证券 其实没怎么低啊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证券是在什么时间讲的 跟大家讲 其实在这儿 开始我们讲到证券板块 那么这个位置低点 是在这个10月23号 好了 我们在这儿一路讲 讲什么 它能不能跳着涨 哎 跳着涨了 好了 那么整体目前讲话 随着指数回到了一个我们的成本区 如果说你的成本在这儿 你也不需要担忧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会议 那这个会议的召开 我认为对于A股的市场 尤其是对于咱们金融市场 它一定会有一定的指引 因为目前讲话 该出的政策 我认为已经出的差不多了 对吧 不管是房地产的政策也好 不管是我们想相对的融资端也好 投资端也好 包括相应的一些 不管是转人通也好 包括一系列的这些管制问题 其实该有的都有了 只是市场现在有没有赚钱相应 没有赚钱相应 所以说一定要关注我们 你就记住 市场在这个位置再有任何的波动 你就记住 股市无情 我们ImbM正确认服务频道有情 对不对 我们给大家送温暖 对吧 我们陪伴大家 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我认为现在而言 其实这个阶段 要比这个今年的这个十月底的时候 更加好一些 我跟大家讲一下 更加好 因为什么 该出的政策都出了 外围有什么大的利空吗 没有了 我跟大家讲 现在只是什么炒作逻辑